这个看起来很像是个草地娱乐项目的设施 实际上是一个二战当中脑洞大开的发明 跟在装甲车后面一起冲锋的步兵 总是会面临比坦克兵更大的风险 毕竟他们没有铁包肉 于是对下属关心备制的美军第三步兵师师长约翰奥丹尼尔将军 就突发了一个奇想 既然我们已经从意大利人那儿搅和了大量的鱼雷 那干嘛就不把这些鱼雷一切为二 变成兄弟们的铁包肉呢 把他们做成一个个正好可以装下一名士兵的雪橇 然后再将多个这样的雪橇连在一起 拖在谢尔曼后面 在冲锋的过程中 兄弟们只需要把自己埋在里面 就能够既安全又隐蔽的来到敌人的面前了 而且啊 这个外挂还是能够收放自如的 打头的士兵手里面呢 拽着一根拉绳 只要他想要跟前面的谢尔曼分离 拉一下手里面的拉绳就可以了 把祖宗拳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所以这个发明相当漂亮 对不对 哪里啊 测试是一回事 实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1944年的1月 安齐奥战役打响了 奥丹尼尔将军呢 终于有了机会将他的发明带上真正的战场 可是这些东西啊 翻车比翻书还要快啊 实战结果远不及早期的测试成绩 所以很快就完全被抛弃了 为什么他前后差得这么远呢 因为奥丹尼尔将军呢 显然忽视了一项重要的参数 地形 你看他测试的时候都是什么地形啊 都是比较平坦的草地嘛 那趴在这学校里面当然就舒服了 但是真正上了战场是什么地形呢 是左一个坑右一个沟的崎岖地形啊 很多时候这些战斗学校都是阔不去的 哪怕他能过去了 也不见得有士兵愿意趴在里面 把自己的骨头给颠散架了过去嘛 而且啊 这卡在半路上不也是很容易就成了活靶子了吗 正向效果一点没有 反倒还要再来点负向伤害 这个发明不得趁早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面吗 我觉得啊 倒是在和平时期开发成一个海滩游乐项目 应该是蛮不错的